中超第23轮天津泰达坐镇主场迎战北京人核队 虽然天津泰达分别由乔纳森和阿奇姆彭帅破门取得二球领先的优势 但是随后北京人核有分别由迪奥普和马西卡连进两球 最终两队战成2-2平 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场上贫现凶狠犯规 双方也因此引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冲突 比赛的第49分钟天津泰达队获得脚球机会 但是皮球拔入禁区后率先被人和球员领出禁区外 外援马西卡在禁区外正准备拿球后发动快速反击 不料直接被李元一从身后凶狠缠倒 看到队友被侵犯后人和的球员立马上前找李元一理论 更是和李元一脸对脸互骂 双方球员见状纷纷都围了伤来互相推散 主裁判果断地向李元一出示了黄牌进行警告 但是李元一仍然不依不挠地和人和球员互骂 最终在队友的劝阻下才离开了事发现场 慢镜头回放来看 李元一是双脚离地腾空飞铲 已经亮出了鞋钉 在落地时直接刮到了马西卡的支撑脚 导致后者倒地 不得不说 李元一的这次铲球确实太过危险 双脚离地铲球也是足球规则所不允许的 因此的黄牌一点也不认 李元一得到黄牌后 却并没有让队友在防守中动作有所收敛 反而是在后面的比赛中又出现了两次非常吓人的犯规 一次是比赛的第六十三分钟 同样是天津太达的脚球 被解围出了禁区 尼扎木丁和郭浩一起争抢皮球 以精明 先处于劣势的郭浩 还是高高地抬脚去踢皮球 结果重重地踢到了尼扎木丁的胸口上 后者也是倒地化了许久才站了起来 比赛的第九十分钟 天津太达的杨万顺 在和奥古斯托争抢高空球时再一次高抬脚 结果又是一脚踢在了奥古斯托的肩膀上 这可是个量鞋钉的飞踢 想想就知道当时奥古斯托会有多痛苦 万幸这两次胸口碎大石般的犯规动作 并没有给球员造成太大的伤害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这种危险的防守动作 还是尽量不要再出现在中超联赛 一旦失守其后果不堪设想 朱裁判在比赛中 也应该果断地通过掏台警告来进行制止 这既是保护球员 也有利于中超联赛良性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